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在第三个部分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PLC阶梯图的一个编辑方式 这也是一般我们在编辑PLC程式里面 最容易上手的一种方式 也是入门者最喜欢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完成在我们右手边的这样一个阶梯图 那在这个阶梯图里面 除了我们一般使用的基础元件之外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XYM之外 我们希望同学了解一下 如何利用我们阶梯图的一个编辑工具 可以建立起在这个程式里面 一些基本的逻辑关系 也就是说像我们在第二行跟第三行 这个其实是一个或 那第四行是一个且的一个逻辑关系 那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关系 在我们PLC的程式运作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基础 那最后呢 在这个程式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我们想要让同学学习到 怎么样去利用一些所谓的应用指令 那除了基本元件之外呢 我们在处理资料的运算或者是判断的时候呢 就需要利用这些应用指令 来帮助我们使用复杂的一些功能 才能够完成程式运作的一个目的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示范影片 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阶梯图的程式 我们可以点选新增专案 然后输入适当的标题 以及档案名称之后 按下确定 那就会在这边呢 出现一个新的工作视窗 那我们打开这个工作视窗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我们的阶梯图程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工具列里面呢 这个新增常开开关输入讯号元件呢 点选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元件 以及呢 它相对应的编号 那适当的调整之后 我们就要按下确定 在我们的阶梯图的画面 就会出现这个元件 以及它的符号及编号 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输出的接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按下工具列中的输出接点 一样调整适当的编号跟符号之后呢 按下确定 就可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输出接点 这时候我们看到 在工作视窗里面呢 我们已经有了一行阶梯图的程式 那所谓的阶梯图呢 就是这样子一行一行的程式 所累积而成的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要继续建立我们的程式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呢 在我们的工具列上面呢 继续选择我们的元件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选择适当的符号跟编号之后 按下输入 这时候我们要继续建立一个所谓的并联的装置 那所以要建立并联的装置呢 我们必须要有两个元件 用一个垂直线来连接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垂直线 我们看到呢 这里就出现一个垂直线 那我们将游标呢 移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这时候呢 再增加一个新的元件 然后呢 我们赋予它符号跟编号之后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这两个 X2跟X1呢 就形成一个并联的机制 那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呢 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逻辑关系 叫做或 因为呢 只要这两个输入讯号的其中一个成立 我们就可以影响后面的输出元件 所以让我们在后面呢 增加一个新的输出元件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建立一个完整的一行新程式 而这一行新程式呢 它就有一个特别的逻辑的关系 也就是呢 当X2或者是X1 它们任何一个成立的时候 就可以让我们的输出接点Y呢 变成是ON 所以利用这样子的图形化的工具列 跟符号的边转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完成我们的阶梯图 但是在使用阶梯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配合指令模式里面的指令来进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利用指令呢 输入新的元件 比方说呢 我们利用RODEX1 那这样子呢 就产生一个新的输入元件 同样的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它呢 做一个串接另外一个新元件的方式 所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直接在键盘上打入 AND 然后呢 一个新的元件叫M0 那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两个元件的串接 那这样子的串接呢 就代表一个逻辑上的且 因为必须要这两个输入元件的状态都成立 才能够影响后面的元件 那我们后面呢 不一定要每一次都是用所谓的Y 实体的输出元件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逻辑关系的成立呢 让我们的PLC呢 进行一些资料的处理 所以让我们这边呢 输入一个资料搬移的应用指令 那这样子就是当前面的X1跟M0呢 同时都成立的时候呢 它就会让我们的资料呢 做一个搬移的动作 所以利用这样子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继续的呢 进行我们程式的编转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呢 继续输入我们的程式 所以呢 我们很快的呢 完成我们程式之后呢 我们在最后呢 可以输入一行呢 结束的符号 这样就完成我们程式的一个编转 如果我们在输入的过程当中呢 输入错误的讯息符号或是编号呢 比方说我们这边打上loadz0 那由于这个符号呢 在我们的PLC里面是不存在的 当我们按下确定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的输入错误 必须要做一个改变调整 那我们把这个取消之后 利用这个程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程式转换成指令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打开我们的指令视窗 就会看到跟我们相符的指令 程式的呈现 那我们回到接力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前面所交给大家的 可以利用模拟器来进行模拟 我们也可以呢 借由适当的通讯的设定呢 完成设定之后呢 就可以跟我们的PLC呢 直接连线做程式的下载 那这样就可以进行我们程式的模拟测试 或者是时机的一个讯号测试 我们从刚才的操作影片里面呢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呢 使用我们的阶梯图的一个编辑方式呢 事实上是比较容易直觉的了解到我们的逻辑跟运作的关系 但是呢我们在使用上呢 用图形化的阶梯图编辑方式呢 它的执行效率呢 相对是稍微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们在使用阶梯图的编辑模式下呢 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混搭一些指令编辑的一个输入模式 这样子呢可以比较快速的完成我们阶梯图的一个编辑 让我们的程式的编转呢可以更有效率 但是呢也能够借由阶梯图呢了解我们程式的一个运作状态 这样子在我们做程式的测试跟一个除错的阶段呢 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途径 那这样可以帮我们有效的撰写跟编辑我们的一个PLC阶梯图